各位好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CGN中文台 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一同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智慧岂不呼叫 聪明岂不发声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 说 于蒙人啊 你们要会晤灵明 于媚人啊 你们当心里明白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无弯曲乖僻 有聪明的 以为明显 得知识的 以为正直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淫 您得知识 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 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于比较 我 智慧 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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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恨恶 邪恶 那骄傲 狂妄 并恶道 以及乖谬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借我做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借我掌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丰富尊荣在我 很久的财 并公义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金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盈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使爱我的 承受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福库 箴言第八章第一节说 智慧起步呼叫 聪明起步发声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四人发声 说 余蒙人啊 你们要会晤灵明 愚昧人啊 你们当心你明白 我们看到 箴言不断地呼吁 我们每一个人 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得着智慧 得着上帝的聪明 我们看到箴言第八章里面 上帝对人要寻求智慧 是心里非常迫切的 是很强烈的呼吁 很生动的 箴言告诉我们 上帝无时无刻 无所不在的 要呼唤 愚昧的人 不要再愚昧 要回转来到 上帝的面前 得着上帝 渴望要给每一个人的智慧 给每一个人的聪明 为什么那么迫切啊 亲爱的好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箴言第八章看到 为什么上帝那么迫切 要人来到他的面前 寻求智慧 寻求聪明呢 有两个很大的原因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 人若是活在自己的愚昧 跟自己的错误当中 这是要受到很大伤害的 为什么上帝那么迫切呢 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上帝爱我们 他就期盼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被愚昧 不要被罪恶 不要被自己的错误 所捆绑 所伤害 哇 上帝爱我们 因此他迫切的 恳切的 呼唤每一个人 愿意回到他的面前 第二个原因 就是智慧并不是 从我们人而来的 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也没有聪明 反而是我们很愚昧 我们很容易上当 我们很容易做错判断 很容易自以为是 以至于一直坚持在 错误的道路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人际关系里面 而无法自拔 而被捆锁被伤害 所以上帝很希望 我们能够得着 他要赐给我们的真智慧 他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 从智慧而来 会处理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 会处理一个人跟自己的关系 处理自己跟工作 跟家庭的人际关系 他要我们活得自由 活得有智慧 活得享受我们的人生 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上帝迫切的 希望我们能够来到 他的面前得聪明 得智慧 上帝非常慷慨 非常的愿意我们来寻求他 寻求他 他就要把智慧的开端 把智慧的丰富的内涵 来赏给我们 在箴言第八章第九章 也让我们看到智慧 被凝人化的 非常生动 非常主动 非常活泼的 要来跟我们交往 希望我们可以得着他 因为得着他 就可以处理我们人生的 种种的挑战跟困难 我相信所有的聪明人 都不会拒绝上帝的真智慧 今天八章十四节说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这是讲到上帝的属性 上帝是智慧 知识 聪明的源头 从他所创造的世界 从他所造的你跟我 就是充满着他的聪明智慧的作品 那么第十五节说 帝王借我做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借我转权 爱我的我也爱他 肯切寻求我的并寻得见 今天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上帝说 我们所有的人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面对做事情 领导的这个工作 上帝都要帮助我们 把我们所领导的 所主持的工作能够做好 亲爱的好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种体会 就是我们要领导自己 要领导我们自己的家庭 领导我们的工作 领导我们工作的团队 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而今天上帝的话许 应许帝王可以借着上帝的智慧 把国位做好 君王和一切的领袖 可以透过上帝所给他的智慧跟聪明 能够把一切的事情 都能够掌握得很好 不仅自己能够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也能够因着自己在上帝面前 有聪明有智慧可以把领导的工作做好 我最近是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 我发现我们委员们 各个都有聪明才干 也各个都有非常大的组建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太一样 个性也不太一样 我发现要领导一个委员会 能够同心合意的朝向一个方向来进行 要合作的愉快 要把工作做得好 而且要成为多人的祝福 真是不容易 我最近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上帝啊 求你帮助我 给我智慧 给我聪明 让我可以把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不仅做不仅做得好 大家还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欣赏 能够很有创意的解决问题 好 我感谢上帝 上帝真的是让我在很多的难处上 上帝给我聪明智慧 在这个难处 大家冲突的事上 没办法合作的这个观念上 上帝给我们透过沟通 让我们说我们要坚持这样的信念 我们要这样决定 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 求上帝给我们在其他的方面 找到有创意的解决的方案 当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 在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说明我们的困难 也请他给我们聪明智慧 有创意的来解决困难的时候 我真的是惊艳到 上帝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 解决的方案就赐给了我们 上帝这样祝福我 我相信上帝也会赐福给你 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缺乏智慧吗 你缺乏解决的方案吗 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 寻求他 因为他应许我们 爱我的我也爱他 肯切寻求我的必寻的见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愿意把你的智慧 聪明解决问题的方案赐给我们 我们真是需要你 谢谢你给我们渴慕 来寻求你的心 你应许我们 我们缺乏智慧 我们可以来向你祈求 寻找你 你就要给我们 给我们你自己 给我们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